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日本的廣播 香港新聞,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1月9日,星期三 東北季後風繼續影響廣東 同時覆蓋沿岸地區的雲大正逐漸轉播 今天天氣預測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約26度 吹和緩的冬至東北風 最高之外線指數大概是6,強度屬於高 好,我看到新聞說你們 最低21度 我們最高只有18、9度 說說昨天血月 好像香港看不到 陰公了 月染天黃星就同發生 中國、日本、韓國、台灣都看到 是香港看不到 香港的密魂就無緣看到了 不過也不是什麼 只不過是月亮變了小小色 我IG也看了 我們拍了 很多人好像以為是映明星 站在那裡拍個血月 其實就沒什麼的 有些人說 沒有直視又會變成人狼 人的頭 好 說一下這個有什麼新聞 哇,昨天香港又有砍人又多 現在香港砍人快變成新聞了 無線的新聞有沒有報的 這麼恐怖又暴力 尖沙咀又砍人了 砍到腳變形了 走出來的時候 小腿扭在一邊 砍斷了腳跟 然後走兩步 就逛了 八鄉也有人被人砍 被五個人砍背脊 在八鄉 哇 工商 不是工商 工業死亡 有兩宗 尖沙咀地盤死人 二十多支鐵枝 從天而降跌下來 就砍死了一個南宮 另外 大埔臨村 壓路車 就奪命 38歲好爸爸 就被壓死 這個慘 那些壓路車 如果壓得死 就變了一張紙 另外有一宗 華富邨 發現恐怖的嬰兒屍體 為什麼 在污水廠裡面 哎 真是 怎麼會這樣 另外 有個元朗的年輕人 十四歲 被人撞傷了 私家車不故而去 你打算拉過車主 車主就拉了 車就被人燒了 哇 這件事都是不簡單的 不是普通事 詳細新聞內容 嚇死人 香港的新聞 真是 好 新增 四千六百四十九宗 確診 多四人離世 確診方面 是少的 比昨天 少了五百宗 四人離世 也是少了 就繼續去 這些不說太多 都是差不多 確診方面的數字 不說 沒什麼值得好說 但是告訴你 有些事情一定要知道 政府突擊檢查 大埔中心十一座 抽出兩個人 還沒強檢 每人罰一萬元 這樣 他說 如果你大廈強檢 我沒有空 忘記不去 不去 看看能否捉到你 捉到你 捉到你的時候 就把銀包押 如果你不是 沒什麼事 記得強檢 我經常叫人強檢 叫你做不早 你想死 好了 另外有隻BB版 伏必泰 小孩子都可以接種 今天開始就可以接種 香港兒童醫院 就說 幾招 防打錯針 怎樣防打錯針 你打不打錯針 就是他們 總之你們 如果要BB仔打針 就上網看 有幾間醫院是可以接種的 隨便 不說太多 這些新聞 不如說說一些開心的事情 六合彩 最初二獎都沒有人接種 下期採金1300萬 10號20 27 32 38 46 特別號碼是4的 最初二獎都沒有人接種 三獎60 每週派890元 有你份 沒有我份 記住 買六合彩 這些是現世投胎券 中了之後 就可以改變你的人生 另外說說 89歲長期病患的阿伯 就說昨天離世 他住在深水埗區 曾經確診過淚鼻椎 嘩 有一宗死人的事件 關不關淚鼻椎事 本身這個男死者 也有很多事情 有糖尿病 高血壓 缺血性心臟病 慢性腎病 缺血性中風 大腸癌 嘩 真是 你說是不是淚鼻椎呢 我們經常都說 糖尿病 高血壓 心臟病 那些 不如全民健康飲食 是不是 不是不如的 一向都建議你們 不過沒有強制這樣解釋 很多死亡的 都是有長期病患 不如強制那些人 不能吃肥膩的東西 我經常都這樣說 不過那些人當我瘋 你瘋 是啊 好吧 講講其他新聞 這宗真是恐怖的 嘩 華富村污水廠發現 嬰屍 嬰兒的嬰兒 嬰兒的嬰兒 警察就封鎖現場調查了 發生什麼事 香港仔瀑布灣道渠牧署 華富基本污水處理廠工人 在昨天早上11點 在抽水過濾器那裡發現 嬰兒屍體 當然是報警 警方到場調查 是女屍來的 是嬰兒屍來的 是嬰兒屍來的 屍體 胎盤也有的 不排除 經由污水渠流入 上紙處理廠 那是怎樣 有人生過的時候 在廁所便衝了去嗎 那是恐怖的 五藏工人 把嬰屍送去臉房 他又沒有衝爛 他嬰兒出生的 也很完整 十個月大 生出來的 老母子懷胎十月 一生出來 他就在廁所裡 應該就在廁所裡沖了他 我估計有人生的嬰兒 就是透過衝刺排走 所以嬰兒的池帶還沒有剪 真是恐怖的 正瞭解華富邨最近 有沒有孕婦出沒 那些 這件事就是嬰兒屍體發現案處理 交由西區 警區重案組跟進 就是 何必呢 我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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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未成年 估計而已 為何要拔出 衝了去 未婚懷孕 是啊 父母 不知道 有些真的不知道,有些說戴了一套,把衣服遮住,又過了骨,本身還要瘦底 肥的那些就不知道,因為一來肥的那些可能沒那麼容易跟人發生什麼事 可能瘦的那些可能是瘦,那些衣服也能蓋起來,都是不猜的 這些就留給警方調查,真是冤孽了 昨天有很多命案,尖沙咀地盤鋼筋倒下來,男工被擊中,宋苑死亡 遺下妻子和13歲的女兒,昨天中午12點,尖沙咀阿士尼道21號地盤發生工業意外,死亡 超過二十幾條鋼筋一樓掉下來,撥中42歲,姓王的男工,動都動不了,陷入昏迷 消防員接報趕至現場,合力把鋼筋搬開救出傷者,醫管局也派出醫療隊到場協助 治理傷者,傷勢嚴重 救護員幫他做深愛壓急救,送到伊麗莎白醫院搶救,最後死亡 警方調查事故,案件列作工業意外處理,死者和老婆結婚兩年 遺商沒有在香港的居留權,持旅遊證件來香港,死者任職地盤工幾年,在家中的經濟支柱 有個13歲的女兒,攝氏公司已與家屬聯絡 安排路際,臉壯的事宜,還未談賠償 慘了 男士主在上址工作,約三十條,之前二十條,現在三十條 長一米至四米,兩道門那麼長,那些鋼筒很粗很重 就突然間倒塌,就說全身多處受傷 打中了 打中了 打到頭是致命的 其後證實死亡了 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慘了 地盤是很危險的地方 經常有人說,做地盤,找得多 找得多可不可以做到老才行? 幸運就行 死亡率高,但意外發生率高 有一宗,大埔臨村,這些都算是工業 又是地盤差不多 他有壓路機,壓扁,壓平路的壓路機 為何會被壓路機滾死了 壓扁了一個38歲的好爸爸 他老婆和四名幼子女,急需援手 真可憐 看看 大埔臨村 發生工業意外 38歲工人 下午在新屋排 一個建築機械售賣租借場做事 其間懷疑給三噸重 震動壓路機的底部進行維修 壓路機突然倒塌 工人頭部被壓到重傷昏迷 送院證實死亡 死者妻子 去到醫院 老公這樣死了 傷心 透露 亡夫 在工場工作 是一個月左右 工作量極大 目前 公司負責人尚未交代 案發經過 希望釐清意外的過程 老公死得很冤枉 要爭取公道 遺商形容 亡夫是好爸爸 他和四個年幼子女頓失所依 英家中生活結局 急需社會人士慷慨解囊 年輕 38歲 死者姓邱 愚蜜 蜂蜂 蜂蜂 邱愚蜜 和妻子 一個兒子 三個女兒 十三歲的媽女 十歲的兒子 八歲的小女兒 住在大園村 邱太太很傷心接受訪問 不時就抽泣 表示自己是家庭主婦 老公做事就賺錢 從事維修工作十幾年 一向都很小心 身體都大致健康 事發現場 做事大概一個月 早上七點就出去 晚上六點才回家收工 也說有一個七十多歲的散工 和他一起做事 對方一旦請假 老公就要做所有事情 沒有辦法 這些都是意外 所以說做這些工業 是很危險的 不要經常有人說 不讀書 就出來做什麼 做男嶺什麼 神經病 他有個死亡的風險 所以 這些工業一定要有人做 除了小心之外 都不知道可以說什麼好 男人最怕入錯行 對吧 沒有錯不錯 有時候的事情有意外 做哪一行也有機會有意外 很難說 很難說 另外 斬人的事件實在太多了 今年年初有一宗油麻地斬人案 不是封面那些 封面還有兩宗是新鮮的 年初油麻地斬人案影片曝光 兩個男人被兩個刀手追斬 那些旅途人嚇得是雞飛狗走 有些CCTV拍出來 就是一宗 不過這宗已經是年初發生的 還有一宗 哇 這宗就是 剛剛昨天深夜11點 新鮮滾熱 兩個男人在金巴里尖沙咀鬧事 發生斬人案 他說加拿分道對開 被掃明惡殺是持刀狂斬的 刀手斬完人就上司家車走去 兩名事主手腳中刀 就說他清醒 有一個一腳就歪掉 而被人斬斷了腳跟 走幾步就跌落地下 正追緝兇徒歸案 行兇動機 兩個傷者 一個37歲姓蘇 一個26歲姓李 其中姓蘇的男人 手斬膝頭的大腿 都有5至8厘米的刀箱 那姓李的男人 手斬腳也是中刀 拿手去擋 不然就不會斬到手斬 抱著頭那些 斬了他的手 都是5至8厘米的刀箱 怎麼說呢 厲害了 在那5秒 起碼斬了9刀 僅僅5秒 三個人一起斬 九刀 斬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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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差的 你看新聞 你只是看電視新聞 他未必會報 我想有些報紙未必會報 你看幾份報紙 你看到綜合了消息 真是 香港怎麼搞 你不是聊天 給一些難事 不要這麼過分 扫著人 你牆策,他們也有掃 討論說一件事情 其實在錦上路還有一宗斬人 元朗14歲的男童被車撞到 是命危的 街坊和親戚說他的兒子很孝順 有勤力有盡力 被車撞到十多米飛去 車就不故而去 這些都是有些了道 為什麼這麼說呢? 黑幫男車主被捕 司機仍在圖 撞到人的車就被人燒了 凌晨3點26分屯門福亨村對開 一宗汽車縱火案黑色的RD私家車被燒毀 懷疑就是撞到年輕人的車 撞完人還要放火燒了車 這些是黑幫所謂 在跑馬地拘捕了車主 43歲姓馮 他說他當時不是開車的 不過私家車的車是他的 車是他的 那這個人呢 屬於佐敦、黑幫和姓和的成員 和攝氏司機呢 就是兩個人來的 另有其人 在追輯司機的下落 很快抓到的 你借了車給誰 怎會不知道呢 對不對? 除非你的車被人偷的 街坊說被人撞了年輕人 十四歲年輕人 做了六小時手術都還沒醒醒 街坊說這個人 被人撞了年輕人 很乖很勤奮 很乖很勤奮 都要小心過馬路 你知道現在人家瘋了 真是瘋了 有一宗 也是的 小巴司機 大沖橋路 車位人望 沖燈司機 就罰款 後面的車 就在小巴那裡 就死了人 美徐司機 新排司機 監禁十六個月 有人說 有什麼恐怖的女司機呢 開車 兩個女司機 他帶一個充燈的女司機 後面跟著車充燈的 又是女司機 那麼法官就判了 充燈那個 他說如果不是發生這種意外 他說其實只不過是充燈而已 只不過是充燈而已 但是後面那個 因為你撞死的人 撞到小巴那裡撞死的人 他說被判十六個月 停牌五年 要重新再考牌 前面充燈的那個 就只是判罰一萬元 和停牌半年 法官這樣說 也有他的道理 你說充燈如果沒事的話 你是判這些 不過你後面那個人撞死人 有人就說 你前面充燈 後面那個人跟著充燈 你不是看燈的嗎 你是看著車的嗎 你不要說 過馬路也是這樣的 前面有人走你就走 看著手機 有人走出去你就走 都不知道有多少 發瘋雞等著投胎 他根本還沒有轉燈 他走的 急急腳 你走就以為又轉了燈 你知道很多人 除了盲之外 還有龍 聽到滴滴滴滴滴滴 聽不到 人家走就跟著走 羊群心理 這些 沒有說是否正確 公不公道 香港的司法很難說 上次有個律師撞死人 罰三千也有 今次這件事 有些人就說 有什麼恐怖得一個女司機 開車 就兩個女司機 隨便吧 那不是什麼性別歧視 因為女性 本身對方向感很差 控制機械也是比較差 當然有說 有些女人都是拿天秤的 有 小的 小的 本身是能力的問題 其實沒有的 你又要平等 大家考同一個事 很難說 之前看新聞 有個搬到人的腳 搬到人的腳 搬到人的腳 即是女司機 放在車輪那裡 後球 駕駛多一遍都還有 搬到 我叫回出來 我搬到後球 然後做多東西 總之現在香港的馬路也是 嚇死人了 沙田昨天說那傢伙在大一城駕車 罰了320罰款解決 不過物館說他有給罰款 但所有損毀 報警備案 你也分分鐘是刑毀的 錢罰了 你現在最害怕是有沒有被罰罰 報警了 這一件事跟大家跟進 另外粵名村也是發神經的 還嚴過第一城鎖車隊 這些人是羊群心理的 人鎖你就鎖 但為何這麼說呢 鎖車是甚麼 遺拍 這輛車是有人的 校巴停在粵名村被鎖車 網民說有人在上面照鎖 現在是鎖上癮 他是鎖上癮的 是 鎖上癮的 一向有人都不鎖 不知道發神經 就是這樣 有人做你就做 你做一 他做1.5 香港就搞到這樣 喂 你鎖車 有人在就不要鎖了 有人在就叫人走 很多網民都批評 無差別鎖車 鎖到上路 單車 手推車 寶寶車都要小心 如果你這樣說 現在是鬥快鎖車 即是沒有的 你現在是來上班 上班告訴老闆 我有做到事 不是說 喂 請你回來做甚麼 是這麼說的 很多職業都是這樣的 不說太多了 自己想吧 另外八鄉又有砍人 八鄉的男人 孟加拉籍 聲稱被人打劫 以及背部被人砍了一刀 他說沒有了金鏈和現金鏈 警察就通緝了五個刀匪 拿刀砍他 五個同鄉拿刀砍他 八鄉那邊 你看他平時沒甚麼 平時沒甚麼 一有東西上來的時候 他們不是追車 砍人等等 這個遲行街址 昨晚十點 在八鄉大江袍一帶 五名懷疑同鄉 拿刀砍他 背部受傷流血 有途人經過發現 幫忙報警 他有一條金鏈和1600元被人搶走了 列了行劫 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這樣 香港 小心一點 也沒用 所以有些人說 為甚麼不買賣 買出來被人砍 神經病 有錢我需要買這些貴金屬 錢賺錢好過 何況現在的賣賣都在下跌 另外 大家要小心 出去吃東西 奧凱城 奧凱城算是高級餐廳 奧凱城 吃生蠔 六個女人又餓又吐 其中三個人進醫院 大家要小心一點 海水有污染 海水有污染 就算是乾淨也沒用 我說吃蠔 不要多吃三個 否則你的腎會很大的好損 但有些人不理 三搭 三搭 不要緊 沒有的 吃多少穿多少整定 吃過了數字就快點搞定 人就是這樣 叫大家小心 而且去鴨寮街買的電話卡 萬油數據卡 小心點 有人在連登上爆料 他說我買了一張 打算去旅行 去日本 現在很多人去日本 李佳心去日本也被人拍到 晚點跟你說 拍到樣子 對他男朋友 疑似 有人去鴨寮街買一些萬油數據卡 2020年到期都敢死賣給人 你們看清楚才可以買 他還說有些貼了一張貼紙上去 說2022年還可以用 一撕了下面 原來是2020年 要過到那邊才知道是否可以用 過到那邊也沒得用 那就大糟了 是不是這樣說 好了 說說東頭邨有個男人幾天沒有上班 打電話給他不聽 哥哥上門拍門發現我弟弟死在屋裡 離奇撤死 九龍城東頭邨發現屍體 一個男人五十多歲的弟弟 說最近沒有上班 打給他不聽 他說昨天下午四點 在東頭邨二村刑東樓 了解一下事件 經過敲門沒有人認 擔心你有事 報警 消防員爆門移入 發現他弟弟明顯死亡 說事主有身體病歷紀錄 調查死因 不用調查 也要的 也要的 不要這樣說 不好意思 剛才我失言 要調查 另外說說有些議員要求 因為香港很多維多利亞公園要改名 改名 因為跟英國有關 何君堯就說 誰反對改做岳飛公園巡繪 改革去病公園 岳飛金融公園 是否無稽之淡 不是 以前清朝全中國的廟本來不是關帝廟 當然有關帝廟 但大部分都是岳飛廟 有否聽過這段歷史 岳飛是打金人 金人就是滿族的祖先 你沒理由清兵入關 然後滿洲人統治了中國 你沒理由拜岳飛 當然是打我們的祖先 把那些岳飛廟都改成關帝廟 香港那些什麼 加多近街 那些會不會改成他呢 梁美芬就 昌耳故名人 可作為公園名 例如李小龍街 張國榮道 也好 也好 沒所謂 只是名字而已 沒所謂 另外再說一下 觀塘三車連環相撞 私家車司機喝酒超標近四倍 過馬路要小心 喝醉紛紛 剛才凌晨2點 頭搖右美擺飄移境界 其中七人車擋風玻璃就粉碎 撞車 三個車撞在一起 的士上乘客 和61歲的的士大佬受傷 他們無需送丸 警員在場調查 他說跟我們吹波仔 有個42歲男司機106度 超標四倍 這些人都敢開車出街 撞死人的 重判 香港醉酒駕駛也很嚴重 大家自己 晚上出街也很危險 不是撞人就遇上中溫雞 喝醉酒就像武龍一樣的車 不是說獨家 香港晚上不要出街 另外有人說危險 有個結他男人在月台駕駛電動車 人群中左穿右插 這麼好玩 張君澳 寶林月台 有個背著結他男人 駕駛電動車在月台飛 我以前沒有這些條例 我是玩滑板車 真的 地鐵那些月台 好飛 我們以前的年輕人更危險 在西灣河的月台沒有幕門 但又很好滑 照滑 我十幾歲的時候沒有這些條例 現在當然不行 其實也很危險 很危險 有些人說呆了 為何這樣的人也有 有些人說這件事這麼瘋 我告訴你 初犯最高罰款五千元 入獄三個月 不要以身事法 這是不對的行為 亦會影響到他人 不要搞了 雖然那些地真是很好片 但真的不對 真的不要搞 電動車在香港也不合法 我不知為何你可以賣給別人 這是商業自由 小米也可以買 很多電的機閉 不知為何 讓你買 不讓你用 立法管制 古靈精怪 另外 坑口那裏 有個女人被人非禮 老公很生氣 報警抓人 37歲的女人 昨天傍晚6時 在坑口被人非禮 事主46歲的老公知道後 很生氣 報警 抓了一個老淫蟲 65歲姓羅南人 案件交由 將軍澳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今天的新聞先說到這裏 聽到香港的新聞 真的不太開心 有人說 不是的 你看日本的新聞也不開心 日本也有人扔仔 下街 我說 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民生的事 不說太多了 祝你們做人 開心心 今天時間到這裏 拜拜